2013 EPEC經濟領袖會議8號落幕 前副總統肖萬長 睽違19年第三度以領袖身份率團參加 這位財經老將認為 看到其他成員國五位阻力 全面拼經濟自由開放 值得台灣學習 肖萬長也表示 20年來EPEC成員越來越多 組織影響力也倍增 此行他與多國領袖進行雙邊會談 多次提及台灣目前和其他國家 經貿合作的成果 包括和紐西蘭簽訂經濟合作協定 和新加坡也談妥經濟夥伴協議等 把這些資訊作為敲門磚 希望為台灣爭取到更多經貿合作的機會 在這個交換意見的過程中 如果我們覺得對方跟我們的經濟 是比較密切的關係 而且對方的表現出一個很高度的興趣的時候 就會進一步再談到有沒有可能要去進行 所謂經濟合作協議等等的這種協商 但是這些都是我可以講 都是剛是在等於做一種僑綿裝 對於沒有和台灣雙邊會談的經濟體 肖萬長積極利用會場互動機會 告訴對方台灣洽簽經濟協議的意願 替台灣在國際經濟舞台上努力發聲 對方雙邊會談不上 contribution 對方雙邊會談不上喜 對方雙邊會談不上興 因為香港人可以談不上興 對方雙邊會談不上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